Kiki,大家好,我是Daki 我今天是想說回這個 我大概前幾天的時候在Instagram 就出了一個Post 就說回這兩個角色的 基本上他們的 外表特徵 一些 某程度上的設定 我都會說 我是沒有說到他們的用途 以及他們的背景故事 那背景故事那方面 我會想到 我已經有一個大概的架構 就是我已經想到 故事的架構是怎樣 但我還沒有想到 一個 一些情節 因為我這個人 很喜歡一些比較合理的情節 我不是太喜歡一些 離奇不合羅 這樣的話是會 不會錯 會崩壞 所以基本上 我就決定 邏輯少少 即是怎樣也好呢 事情是一定要成理的 不成理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我自己想要的故事 這樣 那我這個可能就放回 遲些才做 其實他們兩個的用途是做什麼呢 他們兩個的用途是出現在我的手書裡面 假設 如果我想畫手書 那我應該用一個 什麼角色去做呢 沒錯 我只要找一個 Pace Holder Pace Holder 我就找到這兩個 這兩個 我怎樣也好呢 既然他們有自己的背景故事 那他在手書裡面 基本上大事都是抽離自己本身的角色 抽離角色 但不是抽離角色的性格 基本上我希望的是這個 我做一個手書的時候 我會用到他們裡面的性格特質 沒錯 例如一個 有沒有 一個手書 這個是我最近都在做的東西 有沒有 它是怎樣也好 就是 可能是說回 大過了和小過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就是剛剛好可以用到這個 這個 本身 他的過去和他的 過去和現在的這個設定 剛剛好可以用到 那基本上他們兩個出場 其實 我會當是一個 他們在這場 即是這一個手書裡面 演一場戲 我是會這樣 想的 想的前設去這樣做 對 至於裡面觀音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我賦予他們的故事 並不是他們所經歷的事 即是某程度上會的 但我可能會著名 如果是他們會經歷的事的話 如果真的有一首歌 可以完全對到他們兩個的背景故事 我會這樣做 好 那總之就是這樣 其實我本來打算放一段 這個 他們兩個之間的小動畫 但是 我發現這個小動畫 我弄得很沉 弄得非常洋水 所以我選 我就變了這個 變了這個 Speeping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幅畫 那就 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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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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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